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現在行嗎 好好好 現在可以了對吧 聲音什麼都行啊 你怎么会老是黑屏呢 声音也可以对吧 嗯 好好 好 那我们就直接开始今天下午的学员课程 因为昨天可能技术上的问题 昨天没有直播成功 所以昨天的课等于放到今天来补一下 反正下次有问题的话 就及时跟我说一下 因为有的时候我也不清楚 好 那我们就开始今天下午的学员课程 先说一下市场的情况 因为昨天指数是反包 然后今天出现调整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正常的走势 包括昨天的上涨 其实也没什么好意外的 因为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 就是要注意15号16号指数 就是向上反弹后的拐点 对吧 就是我们时间本身就讲过 时间比这次指数的上涨 就是怎么说 就是时间比这次指数的这个研判要更重要 就是在1516号以后 大家一定要小心的是指数会不会出现转折 今天指数是一个缩量的调整 两次的成交量已经回到了9500亿之下了 对吧 那当然今天是因为整个都是下跌的 所以你说下跌缩量有情可原 但是昨天实际上这个上涨 成交量也是相对萎缩的 跟前面两根就是前面的两个交日的市场的成交量来比 昨天还是萎缩 那今天去进一步萎缩 对吧 那么现在我们要关心的是什么呢 就是关心的是接下来 如果指数再往上打 那大家可以看到我画的这根线 上方这根线 这个就是未来的这个就是 实际上就是上一波下跌的颈线为止 对吧 这大概就是颈线位置 那么也就是这个颈线位置肯定是有压力的 对吧 也就是说再冲到这个位置 就是317073这个位置 那如果冲到这个地方了 成交量依然在万亿之下 9500亿之下 那你就知道这肯定是典型的 比如说明天 明天我估计不会涨 应该是后天吧 就是如果星期五再往上冲 那成交量萎缩在万亿之下了 对吧 那就明显缩量了 那缩量再去打新高 那往往预示这方面就要出现转折了 所以今天这个调整呢 本身在预期之内 我昨天也说了 不要因为昨天涨了 大家好像 因为昨天这根K线啊 你看这根反暴K线很明显的 对吧 看到这根K线的人 大部分人就是很激动 就这个这个有点像没什么技术含量 四个人都能看得出来的这种上涨K线 往往预示着短期 反而并不会像大家想象的那样 我就向上猛攻了 对吧 应该我觉得是不会的 就是四个人都能看得清楚的K线 往往它本身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 对吧 那么再加上昨天的市场情绪指标 大家可以看一下 昨天的市场情绪指标顶到了高位 对吧 那么今天自然而然就分化 今天是个股跌多涨少 成交量的萎缩 北向资金其实今天还是流露的 对吧 整个北向资金还是流露了12个亿万应该 那北向资金依然是流露的 但是我们看到的情况就是 就是什么说 整个来讲 涨跌的加速确实是跌多涨少吧 应该这么说 对吧 那也就意味着什么呢 今天成交量的萎缩 包括权重这块 就是 昨天涨的 什么 这个 这个 工业母机啊 芯片啊 都是调整的 然后呢 前两 包括昨天的券商嘛 对吧 也是调整的 然后呢 这个 再加上地产 保险 银行 这些都是调整的 对吧 都是调整的 那么 权重股的调整 肯定对五林指数是首先是有影响的了 对吧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五林指数今天也是缩量 缩了一根这个阴线吧 那么 现在这个缩量阴线我们还不能判断说这个地方就会转折了 因为正常来讲大家可以看一下 五日均线这个地方还是形成很明显的这个就是支撑的 然后呢我们在这个地方画一根线就二分之一的位置 差不多就是3105点吧 大概3105点 就是跟昨天阳线的二分之一的位置 这个位置不跌破呢 再加上底下有五日均线的支撑呢 所以就指数本身就短期的走势来讲呢 应该还会是在 至少在高位震荡 还会有反复 所以不排除吧 我觉得 如果明天 呃 再往下砸一砸 对吧 最终能够在3105点上方 说在上面3105点上方 那么后面应该 周五的时候应该还会有反仇 那么到时候就是看周五反仇的力度了 对吧 到底是能不能过 这个3150点这个位置 对吧 像3170点这个上方的压力位去充一下 因为从板块来讲呢 肯定是有反复 不管是券商 我们来看一下券商好了 对吧 券商正常来讲 这种仇事应该后面还会 还会拉一下 我看60分钟吗 就是 呃 60分钟上应该是这里 呃 这里的一波上 对吧 然后这里调一下 调完了以后呢 正常来讲 这个地方应该还有一个上 那么才才可能是一个 呃 结构上的完美吧 就是结构上可能应该是这么走 对吧 那么 呃 包括香财嘛 应该还会有 还会有这个就是 高点吧 就是600095的这个香财股份吧 正常来讲 今天虽然是打了一根放量的这个十字心 对吧 但是它是涨的 所以正常来讲 香财如果明天不把缺口鼓掉后面应该还会有一次上上上冲 那么到时候再上冲 比如说呃 就是出现了时候冲高回落滑滞涨的话 那就基本上香财可能要进入调整了啊 那嗯 指数 反正就是这么严判 也就是说 本周我觉得应该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就本周应该还是一个震荡 就是关键是看周五 对吧 周五的这个 比如说明天 我觉得明天指数应该还是要回一回 明天又是周四对吧 所以明天正常来讲 指数这个地方应该还要成呀 就是还要回 就是回我说的两二分之的位置 或者说是对下方 因为五日均线现在是这个向上的吧 对吧 整个的五日均线是向上 那五日均线明天可能就是要到三千一百点不到的位置啊 那么呃 这个 指数层面呢 又是要对二分之的位置做回踩 所以整个来讲 我觉得明天市场依然是相对来讲 要会沉压 就是指数层面 明天还要 分时上还要修整一下 因为整个的分时 它这个是三十分钟的 这个分时是三十分钟的 三十分钟 既然是三十分钟的 那它调整应该至少要到明天的下午 我觉得 呃 至少要到明天下午 第三个小时吧 才能够 呃 三十分钟上调整完毕 对吧 这为星期五的再次的上涨做基础 这三十分钟上的 那么呃 整个指数这块 我觉得就没什么多讲了 我们就是 接下来其实很简单 就是做观察 那么几个要点再重复一下 第一个就是成交量 对吧 后面的上涨 成交量一定要是 呃 再放出来的 就是还是要 呃 阳线我们要看到万亿以上的成交量 然后这个低于九千五百亿 那肯定是有问题了 那这个地方就可能会出现量价背离的转折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五日均线跟 呃 这个二分之一的位置嘛 反正就是我们 呃 到了周五这个地方 肯定要是看五日均线了 如果五日均线再次跌破 比如说五日均线 这个地方被跌破了 那么下方的缺口就要补 呃 我现在维持看下方缺口要补的观点不变 因为进入到下周 又进入到月末时间效应了 所以月末时间效应这块呢 应该是肯定会有有这个嗯 讲究的 就是也就是说如果是前面涨的那 月末肯定会跳 那么介于因为也挺有意思 本月很有意思 就是月线嘛 对吧 本月的月线应该是收养的 因为连续跌了四个月了嘛 之前没有跌四个月 他讲十一月的月线收养 那十月因为现在月线是比较大的 对吧 就涨了涨了两百多点了 对吧 所以你说收养 哪怕收一根上影线也可以 所以呢 到了十一月的下旬 这个地方应该是要有回撤的 有回撤的 然后到到十二月 我认为还是就是还要踩一下 就是对这个地点吧 至少对这个2885这个地点要做确认 对吧 甚至于是这个吧 就是2863 现在这个是2885嘛 对吧 那这个是要做确认的 至少要对2885做确认 那么做了确认以后呢 就后面就比较束缚了 后面就可能要向上的结构要开始了 那么这是从月线的角度上来讲 那月线创业版也是一样的 对吧 都是一样的 深层值也是一样的 因为他们都是四连阴嘛 所以深层值现在是碰到五月经线 五月经线十月经线都反压的 所以我觉得反压的情况下 最好的情况就是本月冲一下 然后下个月再回一下 那这个五月经线又不下来了吗 为后面11月份 这个能够有效站上五月经线创造条件 创业版也是这种情况 大家可以看一下 对吧 创业版也是这种情况 主板也是一样的 其实都是一样的 因为什么叫均线 均线其实它本身除了市场的价格 平均价格以外 它还是一个趋势的就是延判 如果现在五月均线是向下 十月均线是向下的 对吧 那就代表着它就算 就算是这个这个指数先是突破了 但是它的趋势没有改变 就趋势没有改变 那在趋势没有改变的情况下 它会沿着原来的趋势 所以正常来讲只要这里出现 比如说到十月中下旬 对吧 就下周以后指数出现了回档 那它实际上均线的这个趋势没改变 那么到下个月的话 它会沿着这个趋势 那再回去踩一下 直到什么呢 它下来了再上去 那这个这个趋势就改变了 就五月五月均线就可以走平拐头了 那么这个就是从技术上来跟大家说一下 那目前我反正就是这样 来做判断的 这个地方的缺口 我觉得依然是隐患 留着没有必要 应该是要补掉的 反正就是早一点晚一点的问题嘛 就肯定是要补的 对吧 就不会是这里就直接上去了 然后关于券商板块呢 我也说一下 全商板块 对吧 那么全商板块其实也是一样的 已经进入到了 它就是上方的这个压力区了 这就是它的压力区 对吧 就大概这个地方都是压力区 就这两块都是压力区 其实已经碰到了 对吧 即使后面再冲一冲 那也就是到了这个 很明显的这个压力区了 那么既然进入到了这个 全商板块就进入到这个 平台的压力区嘛 就上次这个平台跌下来的压力区 很难一帆风顺 就直接过去了 如果进 只是往上顶一顶的话 进不去的话 那再下来呢 肯定就是也是调整 也是调整 所以 不管从这里的成交量上来讲 还是整个板块启动的 这是个股的整体涨幅来讲 我觉得直接突破了概率极小极小 直接突破了概率极小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这券商对吧 然后看一下银行 银行板块也是 银行板块挺有意思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也是打到了这个地方 对吧 正好打到了这个平台 然后 他当时下跌的这个平台 就在这里 就在这里 这个地方预阻是很正常的 就这个地方 这也是一个颈线位嘛 对吧 然后这个地方 当时的颈线位就是支撑位嘛 你看 然后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支撑反弹 对吧 反弹完了以后跌破 那跌破再上来 这个地方就会形成压力了 所以这个压力 一般来讲过去也得回踩 不要说过不去了 如果过不去 它也是往下 对吧 然后银行板块 形成了两个向上调控圈口 也不是什么好事情 肯定也要补 那这是银行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地产吧 对吧 最近涨了比较好的地产 地产也是这个问题 地产也是这个问题 地产板块 也是面临到了这个压力区 差不多吧 就在这个地方 也是也是这个这个这个地方的压力区 对吧 那么地产板块 那么地产板块呢 现在是 地产板块其实就有点像这个 怎么说 这个地方有点像这个小的M头 对吧 就是 当时的这个M头的 就这个本来原先的这个结构 就这个做完以后翻上去了 对吧 实际上后面跌破了 这个就变成了一个头部 就这个地方就变成了一个头部 那么 这个地方也是一样的 在上升的过程当中 这个地方肯定是有压力的 因为大家可以看一下 你看这个地方是上一次的 就是有点像 我举例子 这个地方有第一个底 然后他反弹 反弹完了以后破底 破底以后再反弹上去了 到这个地方不是突破了吗 突破了有点像破底反 对吧 但实际上他又跌破了 又把这个地方跌破了 这个当时很重要的 前面的一个反弹的点 然后跌破了以后 这次再反上来 那这个地方就会变成压力 这个地方也是个压力 那么 这个压力呢 其实 我觉得还是 也是一样的 短期里面 你要说马上往上走 很难 然后呢 地产的原因 我也跟大家讲了 这波地产的 反弹的上涨的原因 是来自于供给端的 而并不是来自于需求端的 所以供给端的利好 它往往会比较猛烈 刺激 反弹 但其后呢 可能真正 你要说房地产 要有反转的逻辑 它需要有共几端的数据来做支撑 也就是说 老百姓要 真金反应拿出来 钱来买房 也就是说 未来的地产销售 这块数据 需要回暖 那它才能够支撑说 这个地产板块 它有一个中期反转的模式 现在反正看不到 好吧 然后我们也来说一下吧 地产板块呢 其实今天也是跌幅居前 对吧 主要是大的跌得多 主要是大的跌得多 像万科 对吧 今天 万科现在是 无均线回踩 收量 那地产板块 后面肯定还会有反复的 就是这也是为什么 我说可能明天 后天可能还要 还要有反复 对吧 到时候 就这波反上去再 再不行 顶不上去 那就下来了 那么这是万科 然后那个金帝 也是一样的 对吧 这是比较大的 还有保利吗 看一下保利 对保利发展 对吧 这些都是大的 那么大的呢 大家可以看 就是已经显皮态了 能够长的呢 就是一些小的 小的主要是两个 一个是三香 这个冰箱 三香是一直有资金在订的 对吧 那么尾盘好像也有点这个 今天其实三香开板是预期内的 就盘中会开一下是预期内的 那么整体来讲还是比较强的 因为三香它有几个几个几个 叠加因素 除了房地产 还有web3.0 对吧 又有元宇宙 就想象力比较多 又是旅游文化 所以它呢 这个股票就一致顶上来了 对吧 那明天我估计要开了 然后它的助攻呢 就是中天服务 所以中天服务 今天也是能封走 那按照中天服务 今天的情况来讲 明天应该是要低开的 明天这个股票可能要低开的 对吧 那么到时候明天晚上就是看三香 如果三香明天不是一字板开 比如哪怕开要四五个点 那都有可能造成中天服务这种低开 那低开当然它可能低开也往上拉 上拉就是可能又是一个卖点吧 对吧 然后呃 这个鲁商是呃 补涨的 它不是地产的这个原因 呃 其实地产就这两个小的 然后呢 大家可以看到地产后排都崩了 啊就中位数的不是后排了 就中位数的崩了 昨天大家都是上三板了 最后今天就留了一个中天服务 天地员真的变成天地板了啊 改名字了呀 天地板了 然后月炭 基本也是 然后这是大块头 新城 新城是大块头的 就是算权重股了 对吧 也跌的比较惨 那么其他就不说了 什么合肥成绩啊 这个这个财信啊 那么很明显啊 就是很明显的一点 就地产板块 大家看得很清楚 对吧 就是短期涨了以后 也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调整 分化 对吧 呃 然后圈商也是一样的 圈商呢 我也说一下 圈商实际上就是看光大嘛 对吧 就是看光大政权 今天大政权全天水下 全天水下 但它肯定会影响到 这个呃 相产股份的 所以相产股份不可能 今天再反了 对吧 我们这种高位的 嗯 十字心呢 本身预示的分歧的加大 然后呢 啊 毕竟它是连板上来的 对吧 我觉得在高位会有反复 就真的 但真正 真正就是 呃 怎么说 就是 嗯 圈商满快想要走强 那是为光大要反暴 要快速反暴 明天要快速反暴 不然的话 也也 明天如果再调一调 调到五日均线这里 那光大反暴的概率就极小了 周五基本上就没有反暴机会了 好 反正这个大家反正去 自己看 就你要在交易的时候 你要看的比较清楚 啊 就是平时早上开盘的时候 你要把这些标题给盯一下 对吧 那半导体板块昨天也是涨的 那半导体我们主要看什么呢 就像类似像文艺科技昨天就没版 对吧 然后是8077的大港 昨天也是一般般 所以今天都是调整的 那半导体涨的是什么呢 昨天其实涨的都是底下的这种 威尔啊 对吧 然后那个造一创新啊 就是那种这个怎么说 就是本身在底部的 本身就是在底部的 啊 对吧 那么 他们是 昨天有点像半导体板块是有利好的 比如说巴菲特加 就是三季度的时候 大幅大局买入了这个 嗯 台积电 对吧 然后呢 嗯 巴厘岛的会晤呢 大家都觉得偏暖 所以半导体板块涨了 但是涨的是什么呢 就是涨的低位的 所以实际上就是 一个板块里面内卷的很厉害 对吧 包括等一下我来说医药板块 是内卷的很厉害 那造一创新 这些低位的 那我觉得没什么风险 也没什么问题 后面应该还能够往上有反弹的空间 但本身大家可以看前面涨的 对吧 像包括本身就高位的 你看江峰电子这一路是在调整 江峰电子大家还记得 对吧 当时涨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说这个股票不要再去捧了 没有性价比了 对吧 你们回过头来再去看看就知道了 所以其实就是位置决定的 半导地板块也是一样的 也是一样的 都是位置来决定的 那么前面涨的比较多的 那可能就这两天就已经开始调了 对吧 然后这两天涨的都是这种 低位的 就是低位的 文泰 文泰也是低位的 都是低位的 就他前面没什么表现的 没怎么涨 好吧 那么半导地板块我觉得还有 就是低位的应该还会有反复 不会马上就结束的 不会马上结束 那么相比较而言就是 从资金的最近的 整个整体资金市场的资金的情况来讲 也是这个 高低 或者是高低切换 因为 可能最快吧 最快的话 到 周五的时候 那个 那个要放出来了吧 就是 天鹅 跟这个 天地要出狱了 对吧 就是从小黑屋里出来了 那么这个 其实 市场也担心呀 因为一旦他们出现 直接负反馈的话 那就 基本上 情绪就会进入到一个低点 对吧 所以 市场已经打了 开始打了提前量 大家可以看啊 什么叫提前量 你看这些高标的 你先跌了 在经验 对吧 天鹅 天鹅代表的就供销社概念 对吧 所以你们都能够看到 这是地产的 然后呢 医药里面的众生 医药也卷得很厉害 众生呢 盘中跌停的 对吧 反复撩 然后呢 这个股票倒涨停了 华生涨停了 对吧 所以其实它 内卷得也很厉害 我说的意思就是 医药板块 包括今天的建凯 建凯科技 是因为国家说了 要对这个疫苗的研制 加强疫苗的研制 那么研究疫苗的这些路线 就是这些方案 对吧 基本上都是建凯 就是怎么说 就是这些 所运用到的原药料 这些东西 很多都是建凯提供的 就是跟建凯所提供的这种 产品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今天建凯 你看就 逆时的上涨 然后呢 今天C超整个还行 就如果你看 医药的话 你看这个指数的话 就C超这块还行 包括康隆化成啊 这些 怎么没有了 看一下 医药 医药大家可以看一下 反正就是这个 像康隆化成啊 这些跟 这个 怎么说 就是跟疫苗研制的话 有很大关系 所以现在也是受这种 消息面的刺激很严重 那么医药呢 我也说一下 接下来我觉得 医药还是轮动 医药呢 是这一轮的大主线 因为停牌的两只股票 都不是医药 就停牌的两只股票 都不是医药 所以实际上 医药应该是能走到最后的 就是所谓的走到最后 就是能走到下周的 甚至于说医药 如果从更长的层面上来讲 至少要走到春节后 但是它呢 也是一样 叫做医药板块里面 也是电风扇行情 什么叫电风扇行情呢 就它是轮的 各个分支轮的 大家也看到了 从最早的这个医疗器械啊 实验室的设备啊 对吧 然后那个 中药啊 到现在的这种家庭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家 家庭防护 对吧 储备 就是储备这个药 然后什么前面的特效药啊 疫苗啊 然后到最近的这个药房啊 对吧 都都都炒了 所以各个分类环节 基本上都是过一遍 那么医药也是一样的 就是呃 低位的 相对于位置比较低的 那有风口进来 它就容易定上去 对吧 现在高的就不行了 像什么莲花 清温啊 对吧 101夜 今天还一度又去下场春季涨停了 对吧 所以就是它实际上就是来回做 那么短期看什么 短期其实就是看神奇之调啊 短期大家就是看神奇之调 我觉得神奇之调明天也得开 啊 就短期大家看神奇之调 今天神奇之调继续连板 那么实际上 它的连板就是让医药板块 至少在内部还能轮 包括医药保健 都是一样的啊 至少还能轮 那么 今天这个青海春天呢 更多炒的是白酒概念 而不是医药概念 我就说一下啊 所以医药还是看 这个神奇啊 如果神奇这块没什么问题 那么或者说明天只要神奇 不是出现明显的负反馈 那么医药这块应该还是轮动啊 整整体来讲可能还是还是个轮动 好吧 那最最主要的跟大家讲一下是什么呢 就是电器设备就所谓的新能源赛道啊 新能源赛道我说一下 呃 今天大家可以看 昨天实际上什么电池什么还是涨涨剧钱的 对吧 功效设计不用看了 我觉得天鹅出来不见得会有太好的结果 所以短期展示不看 因为天鹅中农这两个已经 这个直接就 呃 等于说资金开始大规模的撤离了 对吧 那这次再去看 我觉得没意义 因为昨天打了一个股票 昨天打了一个2014的这个永新嘛 对 昨天打了一个永新孔教设的 这个不涨股 你看我做我昨天看打永新 因为我们昨天正好那个课没有上了 对吧 我昨天看打永新 我一看把永新打上来了 我觉得基本上就没戏了 对吧 当然我之前也跟大家讲了 就供销社可能是已经率先退潮了 这个大家都能看到我的这个文章观点 所以实际上就不要再去碰了啊 那么呃电池 这个新能源车这些东西 其实要特别的小心啊 新能源嘛 反正我就说一下 这两个最重要的标题嘛 一个是你看 赢得时代还在中心下 也还有一个比亚迪嘛 对吧 这两个反正走势不好呢 就你别惦记这新能源了 新能源呢 巴菲特减持比亚迪 然后马斯克减持支架的这个特斯拉 所以这个肯定是不行啊 这个肯定是不太好 不太好 那么 这个呢 实际上最近炒的是芯片对吧 那它有几个几重概念 但是它不是芯片最好的代表 那不管怎么样吧 反正今天它还是很强的 能打出一支板来 那明天只要换手有承接的话呢 我觉得对芯片是加分项 就对短期对芯片还是加分项 好吧 就说一下 其他什么锂矿啊 这这类的都没戏了 都都就 我总结一下吧 我觉得 新能源 金能源赛道 明年会出现这种情况 就它可能是一个区间 它 我画一下啊 它大概是一个区间 现在就在这个区间里面 折腾啊 上上反弹 每一次反弹应该都是 有资金会出货 有资金会撤离 因为过去 两三年吧 这里面介入了太多的资金了 那资金的撤离 它也是逐步逐步的 对吧 利用反弹出一点利用 不然的话 直接就盖下去了嘛 那也不可能 所以这有点像 当时贵州茅台一样 贵州茅台见顶了以后呢 大家可以看 见顶了以后 它出现过一次 下来 甭快速的反弹 这个反弹就有点像 虽然它没有创新高 但这个反弹的 这个结构是像什么呢 就是像今年 五六月份时的新能源赛道 当时反弹也很厉害 大家都觉得 哎呀 王者又归来了 对吧 然后反弹完了以后 它就是要开始走这种结构了 就震荡结构 上去下来 上去下来 就大概这种震荡结构啊 那么到了明年的下半年 我估计有可能是下半年 它会突然之间破平台的 就是新能源赛道 不管是新能源车啊 然后锂电池啊 等等这些东西嘛 反正包括什么海上风电啊 光伏啊 它都会形成这种情况 叫破平台 破了平台就 蹦蹦蹦蹦下来了 对吧 甚至于是这样的 比如说破平台下一个台阶 横住再破 再横住再破 就这种情况 呃 你看就这里不是横了吗 但是它不可能是横这么短 就是横一段时间 啪又破掉 破掉以后再横一段时间 再破 好吧 就是茅台的走势 就是今年茅台的这种 这这波的走势 就是明年新能源的走势 所以新能源赛道 不要去碰 我也说过了 过去两三年 涨了五倍以上的股票 全部删掉 不用看了 不用看了 所以就这个 我也就不再多提了 没什么意思 唯一可能反反复复的吧 到明年上半年 还有反反复复的 就是电池 那么另外还有一个 就是新能源赛道 我觉得在明年一季度 应该是有行情的 就是有反弹行情 这个反弹行情是干嘛的呢 因为他们的年报 今年的年报还是不错的 大家都知道 年报的公布是在四月份 对吧 所以在明年一季度的时候 因为还会有资金借年报 要拉起来出的 就新能源赛道 所以你们大家知道 就是它拉起来 肯定也是为了出 不是说 哎呀 当你看到 又一吹 吹什么年报好 这些都是反映过去股价的 对吧 目的就是为了 要把筹码排发掉 那么股票炒的都是预期 就是对未来的期待 就是我们讲的 对未来的一些期盼 那么也就是说 未来的期盼 其实就是很简单 现在的低位的 过去两年没什么涨的 哪怕有个故事 它都能涨 更不要说 后面可能会有业绩的反转 对吧 好呢 站在未来两年的角度上来讲 我个人更看好的 还是这个安全 自主可控 对吧 安全里面也包含了军工 所以说 新奇我在做电视节目的时候 我也说的 军工嘛 我还挺有意思的 在任何一轮 就军工 我们假定就说这个 今天谈军工是那个 无人机长的比较好 对吧 彩虹 航天彩虹一度还打掌停了 大家看一下 对吧 那么 军工 我简单说一下 过去的任何一轮 大级别的行情里面 军工板块从来没有作为 最强的绝对主线 它一直是浮线 最多就是浮线 对吧 但 现在 到站在明年的角度上来讲 因为军工也是安全的一部分 它会不会成为主线之一 是值得我们去观察的 因为在 三季爆出来以后 我们看到基金的 对于军工板块的仓位 是有增加的 对吧 那么它这个增加是属于非 这个叫拉伸式的增加 更多的是来自于 怎么说就是 主动型的增仓 但它不是拉伸 对吧 那如果说是主动型的增仓 是不排除说 后面仓位够了 那就发动一步行情 所以军工可以当做一个 主线的备选 其他呢 我觉得就是 自主可扣 半导体芯片的机会是在明年 大的机会是在明年 都不排除是明年下半年 对吧 所以 未来其实大家应该能够看得比较清楚 从股市轮动的角度上来讲 对吧 水往低处流 然后股市轮动 结构性牛市的角度上来讲 那么 首先你要跟着政策走 那未来政策的方向肯定不是地产了 地产只是我认为还是短期的一些政策 要把它纾困 并不存在所谓的行业反转的逻辑 真正想要 能够让我们产业转型 对吧 让我们的这个 产业有更强的国际竞争力 那一定是在高科技上 没有没有其他的方式方法 对吧 过去我们是以加工出口 就低端的这种加工出口为主的 那未来你要转型就是要高端 所以为什么说 这个工业母鸡板块昨天也涨了 对吧 就是 昨天涨的那个工业母鸡嘛 那我说一下工业母鸡啊 工业母鸡呢 是这样 昨天涨的是有效性刺激 主要是两个 哪两个呢 第一个就是 因为工业母鸡实际就是来自 一些什么高端机床啊 这个就是高端的制造业 对吧 那未来中国 如果能够跟德国携手 大家比如说有些技术交换这些 那么大家就很清楚的 能看到中国高端制造业的出口 会就是会逐渐占入这个头角 那现在来讲 我们就是有两张名片嘛 一张就是来自新人员赛道的光伏 工电 另外一块就是来自高铁 其他方面呢 其实从高端的制造业来讲 还是不能够去跟欧美的企业去相抗衡的 所以未来我觉得要走出去 就是有比较好的这个利润 就是出口的这些方向 对吧 那肯定高端制造业算是一个 很重要的组传部分 那么 接下来会发一个工业母鸡的ETF 就是行业的ETF 然后聚传 聚传 现在也只是说聚传 聚传会有成立一个 就是工业 不是说工业母鸡 就成立一个叫做高端制造业的产业基金 这个产业基金呢 类似于什么呢 类似于我们之前知道的国家大基金 就是在芯片里面的1727的国家大基金 规模呢 现在不知道 我不知道规模 到底是2000一三千 我们是不知道的 对吧 只是说有这个计划 那如果大家到时候能看到这个缺帖的消息 那肯定是对工业母鸡的板块是利好 所以这块也是有加分项的 值得关注 所以明年我觉得很清楚的一点 就是自主可控 对吧 这个安全是很重要的 然后医药呢 我也说过了 医药更多的是长逻辑 随着开放的预期越来越 越来越这个明确嘛 对吧 所以从医药的角度上来讲 就是后面 一开放了以后 首先我觉得 就是 要应对 比如说万一有什么 这个 这个这个医疗挤兑的话 对吧 那你肯定各种各样的设备啊 滋养机啊 对吧 呼吸机啊 等等 一些相应的措施 都要具备 就是所谓的医疗器械都要完备 好 那么第二个呢 是来自于 比如说我们自我的检测 比如可能后面 可能就更多的是抗原检测 对吧 那么最后那一块 就是来自于我们自我的防备 就是家庭的小药箱 那么家庭的小药箱呢 比较受益的就是药房嘛 有些药 你都在药房里面买得到 比如说 别花清瘟啊 对吧 退烧药啊 这个止咳药啊 等等这些东西 对吧 那么这个呢 就是从防护的角度上 就全民防护的角度上来讲 那这个事情 就是一天没有完全的开放 开放以后还会有适应期 这个事情都没有 就是没有那个最后 而落地之前 那么医药板块应该还是 里面的轮动还会有戏的进行的 所以包括前两天的药房嘛 对吧 你们去看看药房吧 我就不指名点点信了 就药房其实就是 呃 星期一 对吧 今天星期三嘛 就星期一 药房里面几个涨停的票 都是趋势票 那这个是不错的 到时候可以选择 数量的时候去低息一下 应该也还能走 啊 也还能走 好那最后说一下科创 那个其他我就不多讲了 因为明天我觉得市场还是会有先有成压的 然后板块呢 因为现在是电风扇行情 会轮得比较快 赚得比较快 对吧 然后那个那个叫什么 呃 因为web 2 3.0 其实 今天是被那个带的 其实被什么带的呢 是被 呃 被中国 视觉中国带的 因为他们吵的是AIGC概念 这个也是 就是原宿宇宙的一个组成部分 对吧 然后你看什么 万星 万星科 这个300620的这个万星科技啊 一度还是上版的 对吧 就是一起来带的 所以更多的像web 2 3.0这种呢 也是 嗯 我的感觉就是 也是 轮动吧 对吧 也是轮动 就是题材的一个轮动 因为 怎么说就是 呃 现在 医药里面卷得比较厉害 然后 这个 供销社概念又退潮了 那么只能在这个新创的各个分支里面去轮 所以我们看到之前的潮 这个虚拟现实啊 到web 3.0啊 对吧 这些都是反正跟元宇宙相关的 但不一定会 呃 有很好的持续性 所以明天其实 嗯 从指数层面上 我觉得还可能要承压 然后板块可能还会轮得更快一点 还是还是会轮得快一点 明天能够 唯一能看看呢 我觉得可能 芯片板块啊 应该还能够再有资金回流吧 因为毕竟昨天芯片板块 介绍的资金还是蛮多的 很多低位的票都是机构买的 对吧 应该还会有怀流 还会有这种回流的 所以呃 仅此而已 所以 那么呃 不好的地方就是 大家可以看到了 对吧 就是我说的 这个不好的地方 就是高标股开始退了 像什么约医疗啊 这些都潮得比较高的 对吧 就是都是大阴险 嗯 高标股退 包括什么华天 华天酒店啊 对吧 这些都不好 不好的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资金现在 呃 我觉得大的资金可能也是一样的了 担心了 就指数在这个地方 就进入到一个最后的冲刺阶段 头部的震荡 对吧 那只能做补涨的呀 那高标的就慢慢的有资金退出来了 所以这是一个信号 大家也可以想象一下 一轮行情 如果说这里是行情的起点 那什么是股票最好 就是现在 高位的股票最好 就是现在走的最强的股票 一定是强者很强 就但凡一轮行情 是 然然升起 或者说还只是空中加油的话 那一定是 就是 获利盘 越高的 然后 嗯 越强的股票走的越好 那反过来呢 行情的尾声 就是高位股要补跌吗 这是一个 第二个就是 中位数的股票会率先的退潮 那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 很多的中位数的股票在退潮 静业达肯定是 结束了 因为监管的关系 昨天就跌停了 那今天又跌停了 基本上 静业达就结束了 那静业达结束就意味着 呃 信传这块也 没了 对吧 因为短期肯定也是 嗯 不要抱有什么太大希望 然后等调整了 呃 科创版 科创版我简单说一下啊 大家有一点是共识的 就是不管你看好看 看不好 或者你看什么 都是有一点是共识的 什么共识呢 就是中国的所谓科技股也好 中国的反正有这种成长性比较好的 我们就不说科技股啊 就说中国相对成长性比较好的上市公司 对吧 我只能这么说啊 就是成长性比较好的上市公司 很大部分是在科创版 这个大家认同吧 嗯 没有问题啊 对吧 我说的很大部分来自于科创版 那科创版在过去的 从三级报的角度上来讲 其实科创版的增速还行的 并不是很差 对吧 那么说明什么呢 就是这些 呃 在科创版上市的一些 比较重要的 代表着 中国成长因子的公司 对吧 整体来讲 上市以后 发展还是比较好的 所以呢 呃 站在 这个 科技 你现在已经十月份了吧 那进入到明年的话 那或者说年底有跨年的什么新的板块提出来 那你要记得 那逻辑在看啊 对吧 因为我说的是十月十五号十六号以后 大盘有可能就见到了这个调整的 而就见到了这轮反弹的高点 也就说进入到反弹的注顶阶段了 对吧 这个是 大家看过文章都知道了 我提前讲的 就是时间很重要 高度不重要 多涨了十几个点 二十个点 不重要 对吧 少涨的也无所谓 但时间很重要 进入到这个时间点上 你就就十五十六号以后 你就得观察 你一定要去观察 呃 会不会有顶部型号出来 对吧 包括科创版指数 成交量回到了 七百亿之下 就科创版指数回到七百亿之下 创不了新高 对吧 我现在画的这个标 标记 创不了新高 或者说再有阳线 成交量就萎缩了 那你就知道 他有可能要去这个地方 那就定战 对吧 那么 呃 既然已经是年底了 或者说已经进入到了这个 呃 有可能接下来的右侧 探底的这个结构的这个 呃 就是 走期里面了 现在还是观察 那我们要做好的就是一个仓位管理 仓位尽量 这个 这个控制好 第二个就保持好平和的心态 昨天我也说了去 很多人昨天是看涨的 对吧 就是我觉得不得了来要强情了 那今天就又又 给了一个 最高给了一个给了一个非常不好的这个就是体验 呃 这么说 明年就是 现在我们要做的是对大部分的投资者来讲 你要做的是能不能在明年大主线出来前 就是哪怕大主线出来了 你晚了一个月你说哎呦我这个比较愚钝 大主线出来了 我才刚刚发现人家都已经搞了一个月了 对吧 或者说已经有人介入了提前介入 我刚刚介入一个月或者两个月没事 那也没关系 只要你手里有钱你就可以继续搞 为什么呢 因为你要知道今年这轮熊市嘛 就就有点 今年今年这轮熊市跟2018年是有点像的 对吧 这个大家都知道 那2018年还了以后就2019 2022 2023嘛 2020和2021嘛 对吧 那其实就是很多的板块走了三年嘛 比如说医药走了两年 消费走了两年 然后新能源赛道也走了两年多 对吧 就是都是很明显的主线 那其中还有2019年 这个涨的科技 当时涨的半导体软件 对吧 他们也走了一年多 所以其实你会发现在前面的三年 出现过科技的赛道 出现过新能源的赛道 出现过所谓的这个医药嘛 当时也是医药对吧 就是什么麦瑞医疗啊之类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也出现过茅台等等啊 麦瑞医疗 你看月线吧 大家看月线就知道 对吧 这个就是2018年底 对吧 然后你看从这里起来的 他就整整走了 所以我说什么意思呢 说这个话的意思是什么呢 现在处在低位的 现在处在低位我们不知道 哪个方向到底是市场的绝对主线 就是我们讲的叫大行情大主线 就是站在现在的角度上来讲 现在这个底部做的时间越久 越扎实 那后面的行情就越大 就是为后面两年的行情 做了一个比较好的基础 就有点像你地基打的越深 你盖的楼就越高 对吧 那么你这个地基打完了以后 它一定会有大行情 那所谓的大行情 虽然是结构性的行情 但它一定是跟指数共振的 那大行情 然后再加上大主线 所以你只要知道有大主线 等它走出来 你再进去也行 那进去呢 所以说当大主线出来了以后 你要跟随市场的话 你可以做后手 但首先有一点 就是你现在要有钱 你没有钱就完了 对吧 你套在那里 然后大主线出来了 你又不舍得割落 那你就错过了嘛 对吧 所以当然现在市场也在 也有很大的分歧 对吧 有人认为明年是价值年 对吧 不是成长年 那价值年是什么 就是地产银行保险 券上基建 这就是我的价值年 对吧 有大的价值 因为他们觉得什么呢 估值比较低 一直处在底下 但是目前为止 我因为中国股市 最有意思的地方是什么 你还是要跟着政策走的 对吧 这样过去 为什么新能源赛道涨得好 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 因为碳中和 对吧 就是国家的大政策 目前我们没有看到 国家的政策是支持 基建 地产 我说的 我的支持 就是那种长远的规划 五年规划搞地产 五年规划搞基建 对吧 然后要求什么 金融企业 这个再上一个台阶 没有看到 没有看到 对吧 那大家可以想想台积电 你们去看看台积电的市值是多少 对吧 好像台积电是三万亿的市值 中国的半导体企业到现在为止 最好的也就千亿市值 那就随便怎么样搞个万亿的吧 对吧 人家说三万一定要搞个万亿的吧 就是不是说明年搞 随便怎么样 最后你要搞个万亿的吧 那万亿的 我之前跟大家讲过了吗 有没有希望搞个万亿的 对吧 有没有希望搞一个中芯国际 搞个万亿的 如果中芯国际搞到万亿呢 其他的呢 那一样的水涨船高的呀 对吧 所以这是其实是一个方向 芯片反正我说了大的最大的机会 芯片应该是明年下半年 明年下半年 好吧 那其他的我就不多讲了 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也就这么多 后面反正就是我们走一步看一步 一个是明天我觉得没什么 明天可能也是个尘压的落实震荡吧 关键是周五以及下周一 如果再下上反弹缩量 那就基本上可以判断 就是顶了 然后 嗯 砸上来的股票再抛一点吧 仓位控制一下 反正仓位我就觉得控制在五成左右就行 好吧 我不再 我不说一下 我不赞成空仓的 你是要有底仓的 对吧 就这些该有的底仓 你就拿着就 关键是当主线出来的时候 你要有钱 那这样的话呢 你就不会踏空主线 好吧 看一遍 好 好 好